Rotrain 看世界 我們一樣用熱搜關鍵字來看 全球的觀眾朋友在關心什麼話題 所以珍妮帶我們從美國來看 好我們看到美國這個熱搜的關鍵字 第一個是美國銀行 Bank of America BOA 那為什麼會登上熱搜 大部分都是跟不好的消息有關 對 錢 對錢 主要是說其實美國有一個這個 算是第三方的支付的APP 叫做Zell 那Zell的話 他其實是可以跟很多個銀行來做結合 所以說他不只服務美國銀行 他還有服務其他的 比如說什麼 Chase等等 其他幾乎各家的美國銀行 他都有跟他搭配做使用 那他就是做轉帳 你說我轉給你 而且是很快 有點像我們目前在台灣蠻常看到的 接口或LinePay之類的 這種第三方支付系統 那這個 但是在美國時間18號的時候 這個美國銀行的用戶卻發現說 Zell的付款好像出現了問題 而且是他們的這個戶頭裡面的存款 莫名其妙的被消失 這很嚴重 對 其實我之前我記得其他國家 比如說菲律賓 也有發生過類似這樣子的事情 但是很少是說跟第三方支付系統有關的 那所以我就看到美國的這個新聞 他就是有訪問 就是視訊訪問這些受災戶這樣子 然後每個都是覺得就是很心急啊 我就想說奇怪 那我錢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後來美國銀行是到了當天的下午三點多的時候 他就想說其實他們所有的款項都已經 你損失了他都已經勿歸遠足了 已經還回去了 對 但是呢有很多的民眾跟政府官員 還是把這個矛頭指向說 美國銀行跟Zell這個公司 應該是有一些疏失的 然後說應該要給相對應的補償 但是Zell他是講說 你看其他的銀行都沒有發生問題 只有你美國銀行的有問題 所以就推給 對 他是把錯都踢皮球啦 踢回去給美國銀行 所以這個跟這個名聲有關的這種訊息的話 美國人還是蠻關係的 尤其是錢啊 不是真的現在就需要這筆錢 但我們很擔心自己的錢不見了 沒錯 好我們接下來來看到英國的熱搜話題 叫做莫納斯提爾斯基 他是一個人民也跟這個烏爾戰爭有關 他是42歲的烏克蘭的內政部長 因為他在18號的時候 和其他八個人搭乘國家緊急的這個 救難服務的直升機 卻在烏克蘭首都附近墜毀 然後也靠近一個這個幼兒園的附近 所以也是讓這個烏克蘭人民是非常的傷心 那因為這一名內政部長 其實他以前是一名律師 然後後來就是轉而從政變成 就是有加入國會 然後再發生這個烏爾戰爭之後的幾個月 被任命成為新的內政部長 然後因為他在戰爭之後 他其實有點像是這種很親力親為的方式 他也會帶著技能去前線 然後甚至是有到這個 在剛這個戰爭開始的時候 有去烏東的這個盾內刺客地區 然後還有就是有這個破擊炮全部都打來 然後他也是穿著防袋背心啊 帶著鋼盔這樣子 在前線這樣這個帶領大家的這種感覺 然後還有就是在內政部的時候 9月有發生過這個最大的換球行動 那他也是在他的協助之下 守住馬力波的這個鋼鐵廠 成功換球這個行動 讓215名烏軍回家 那所以說他的這一次發生的這個事故 也是讓烏克蘭人民很傷心 當然英國人民也是非常的關心這個話題 嗯想說就是一個很好很有為的官員 而且他那麼的年輕 然後就是在這場意外中喪生 真的是蠻覺得讓人家覺得遺憾的 對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日本 日本的這個熱搜關鍵字呢 叫做室內禁容移者 他室內禁的是這個兇險的名稱 那這個兇險他做了什麼事情呢 其實我們在前幾天的熱搜 有講到就是日本的這個 九州伯多車站這邊人來人往 結果發生了兇殺案 有一個女生她是在這個晚上回家 就在這個車站那邊被刺殺死亡 那現在兇險抓到 就是這個熱搜的關鍵字 室內禁 那這個調查是想要說呢 其實這個被害者跟嫌犯 他們其實是在福岡市的時候 就是工作上面認識 然後是在去年的時候呢 兩人開始交往 但是呢這個交往後 女生後來就是跟這個男生提了分手 男生大概就是覺得說心有不甘吧 就傳訊息跟他講說 我沒有要跟你分手 而且我不會原諒你的 然後呢後來還是在持續的騷擾他 那這個女生就是有跟警察這邊來報案 警察後來有就是 又有就是就是介入 然後就說就是你不可以再這樣子做 靠近他了 對對對 後來警方甚至還用就是類似台灣的這個跟騷法 這個法規 然後來祭出緊急的禁止命令 就是說這個室內禁呢 他不可以再靠近這個被害人 但是這個這個緊急命令才就是實施沒多久 還是沒有辦法阻止這個悲劇發生 有一點就是恐怖情人由愛深恨 所以就是這起事件其實可能讓蠻多的就是家長啊 或者是女生都覺得要小心一點 對沒錯 對恐怖情人是真的要小心謹慎 如果在台灣 剛之前有提到我們有跟騷法嗎 如果你感覺你的生命有受到威脅 或是他有一些前兆的話 是真的要尋求一些協助是比較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南韓的熱搜話題是阿凡達2 正義你有看了嗎 還沒有 因為我對這個國度就是還好 對我知道他很厲害啦 對我也還好 因為我連第一集都沒有看過 好如果就是這個 應該就是有蠻多觀眾朋友都已經看過這一部電影了 那你當然也知道 他在這個全球的票房的表現是非常好 他的票房已經突破了19.28億美金 那就是台幣的大概585億左右 已經超過了蜘蛛人無家日的19.21億美金 所以他登上了影史的全球票房的第六名 那他也有望成為第六部 這個全球票房會突破20億美金的一部電影 那我們知道其實在疫情爆發的期間 像是電影院啊這種地方是大家都會比較不敢去 因為比較密閉 然後又會吃爆米花等等之類的 所以有長達大概一兩年的時間 很多的電影都沒有辦法上映 可能會直接上串流平台 那所以我覺得阿凡達也像是一個象徵性的意義 是在跟大家講說 其實大螢幕也是還是有他的魅力 有些電影就是要在大螢幕看 那他才會有他的效果 那所以就是觀眾朋友如果春節期間 你家附近的戲院還在檔期上的話也可以參考看看 而且他這個導演就是詹姆斯科麥龍 他真的是很厲害 你看他的第一個阿凡達也是很厲害 是有破20億美金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大家都知道 鐵達尼號 所以這是第三部破20億美金的電影 票房的這個紅人導演 好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的熱搜關鍵字是隔離令 就是說他們特首李家超宣布說 30號起就是假如說是你有確診的話 是不需要來隔離的 那他的理由是這樣的 他就說其實香港打第二劑跟第三劑的 新冠疫苗的接種率已經達到了93%跟84% 那在最近這個第五波的疫情 其實很多的市民大概都已經有這個免疫力了 那而且這等於就是已經形同了打了第三劑 所以說他們認為說香港的這個混合免疫 其實是已經非常的牢固了 而且他講說其實大部分的人 現在確診的話可能多數都是Omicron 那是就是比較是輕症的 所以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那假如現在30號確診隔離令 取消隔離令啟動之後 其實香港人只剩下一個就是 外出要戴口罩這個規定 但是我覺得應該 因為現在你看台灣也在說 什麼口罩 室內口罩令要不要解除 然後日本韓國也是朝這方面在前進 所以說有媒體在想說 是不是香港可能啦 可能可能說不定會不會在過年後 也宣布說口罩其實可以不用戴 大家都朝這個與病毒共存的方式 在生活了 對啦因為這個時間要一直往前走 沒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原地 說不定可能也看這個春節的狀況 有機會就是讓大家恢復一個正常的生活 而台灣人關心的話題就是食安問題 那關鍵字就是巴鯊魚 這幾天有看新聞觀眾朋友 一定對這三個字是不陌生的 台中市有一個知名的連鎖餐飲 叫江曉宇 他被查出說總公司威京科技涉嫌儲存販賣 過期超過一年的巴鯊魚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巴鯊魚你讓它就是過期一年之後 你還賣給大家 而且還有就是這個餐飲的這個專家是有指出 其實巴鯊魚就是越南的碾魚 那它是一個很便宜的魚種 而且它在這個製作之前 它會拿去泡磷酸鹽 所以它才會膨起來 然後變得兩倍大 如果你想要買這種正常的 沒有泡過磷酸鹽的巴鯊魚的話 可能要花2.5倍的錢 而我們吃到的這種泡太多 這個磷酸鹽的東西 會造成這個鈣的恆定失調 可能會引發骨質疏鬆 腎結石等疾病 甚至還有這個慢性腎臟病 吸血管疾病 還有高血壓等等 那其實珍妮你應該也多少有吃過巴鯊魚吧 我覺得我可能吃到 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巴鯊魚 因為它的名字 因為它可能比如說它是做成炸魚的形式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魚是 它其實是碾魚 然後或者是有些它可能會取一些 比較好聽的名稱 把一些比如說比較高價魚的名稱 其實灌到這個上面 就是以 漁目混出的感覺 對用別的名稱 然後來說它是 有說多利魚啊等等之類的 我也很短暫在某一間 那個墨西哥餐廳打過工 大概兩天吧 兩天 真的非常短暫 對 我會害怕那個炸鍋 然後就是他們那個炸魚 真的真的就是我就有問我的同事說 那是什麼魚 他就說是多利魚 我就說是 台語總統有人的多利嗎 他就說不是 是鯊魚 所以其實他們就是以鯊魚去做為多利魚 已經很久很久 大概有就是十幾年來都是這個樣子 那甚至是有人就是為了漁目混出 還把它叫成這個國燕魚 但我個人覺得就是你巴鯊魚 過期一年還要賣人 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它的價格本身就很低 然後真正的多利魚 或者是國燕魚 可能是它的這個四倍的價格之多 所以這個食安問題 大家還是要多多注意 這種魚就少吃微妙會是比較好的 真是不肖商人害到大家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這時候關鍵字呢 是蘋果的新品 HomePod 那它其實是出了第二代 它是連續兩天 第二天又突然發表這個新品 那其實這個HomePod的第一代 它大概已經停產了兩年左右 因為它其實第一代賣的其實沒有很好 然後因為它有點貴 那後來比較它就 蘋果就比較專注在小顆的這個HomePod mini 那它是這次推出這個大版本的這個HomePod 那它是目前來講的話 售價是9300台幣 它是比前一代大概便宜600塊 那它其實是這個配備是配A8的晶片 那那時候 2018年的時候它是配A8的晶片 然後它是被批評說 你價格賣太貴了 所以就是影響到銷量 那後來它就在2021年的時候就停產了 所以目前在這個之前呢 其實大部分就是3000塊的那個HomePod mini 是比較熱銷的 那它現在第二代的這個重出江湖了嘛 就看說果粉會不會買單 但是它還是有推一些這個新的功能 比如說它內建有這個全新的溫度跟濕度的這個感測器 能夠它偵測室內的環境 然後進行一些自動化的設定 然後甚至呢 你也看它可以這個聽 可以聽聲變人 大概一次可以分辨6個人的聲音左右 所以說就是可以 家裡的人如果有那麼多的話 它可以聽不同的人的聲音 然後來根據它的指令來做動作 就變得滿智慧家電了 對 但我覺得智慧家電確實是這幾年 大家陸陸續續會開始用的東西 但我們剛剛提到還有這麼多功能 我自己用過的這個心得會是 比較像是你真的要對科技很熟悉 你才有辦法去操控 而且萬一你家有6個房間 你要買6顆 你要把它串在一起使用的時候 你可能在過程中會先瘋掉 把它們串聯起來有點複雜這樣子 對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